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大帝象棋主播 外外象棋主播大帝 爱迪13563 喜欢大帝的兄弟们 可以点点大帝的关注 今天为兄弟们介绍 一个古谱金棚十八变 古谱金棚十八变 有很多非常好的对局 咱们吸取其中的精华 当然古谱随着象棋的推进 古谱也还有很多不进入人意的地方 咱今天来看一看金棚十八变 破黑方屏风马的布局 我给兄弟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今天第七鬼神 大概也就十招左右 第一步炮二进二 黑方硬移马八进七 然后红方炮二平三 打马 黑方比较正正屏风马 这都是正常的硬招 上马马尔西山保马 炮保证马 平车抓炮 车九屏风马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招法 应该是正常 经常性的采用的 车二进五 这时候黑方变化很多了 平炮对车呀 咱古谱宁靓的招法 咱今天先看这个四次进五 那平炮对车啊 红胖也有办法可赢了 并不是说这个平炮对车 红胖就赢不了了 咱有机会 下次再给兄弟们介绍 今天时间有限 平炮打炮 这炮啊 这炮不能打炮 你打了炮 你把车傻了 你退马踢人家闷傻 是不是 你把这个炮牵着这个像比像 所以这时候 它是不能打的 不能拿怎么办呢 把这个问题解决吧 顶是不是 顶然后吃 黑方平炮吃这个炮 你打我马我打了 是不是 你车吃我飞枪打车 然后这边杀了这个炮 不丢子 那红方有一个炮二瓶三 二瓶三 黑方呢 古谱拟定的招法 当然还有这个更好的 车八尖二 保上马 然后这时候 惊天地气鬼神的招法来了 车煞 底线打门呢 你吃吧 吃了一将 飞蛇杀 一炮到天亮 那古谱啊 让双马 大破黑方 屏幕满了一盘布局啊 咱这个看古谱 吸收其精华 不用记这个非常强的套路 这是了解这个杀法就可以了 啊 你这个你听大帝讲 你看这期可以这么多 可以这么多 变化很多的 咱就看一看这种变化 比较惊天地气鬼神的 金鹏十八变啊 红方 让双马 大破黑方 屏幕满的布局 兄弟们希望兄弟们喜欢啊 喜欢呢 可以点赞转发评论 谢谢兄弟们 拜拜 有机会啊 关注大力 大力会陆续给兄弟们介绍一些古谱的非常好的招法啊 谢谢兄弟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